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 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美国成功测试F35A战斗机 投掷B61-12战术核弹 有何实战价值 F15它是可以超音速的 但是它没有隐身 而B2隐身不能超音速 俄罗斯连续成功试射 告示高超音速导弹 能否一招先吃遍天 未来一艘亚森M级的攻击型核潜艇 就具备了一艇灭整个航母编队的能力 美国空军重启武库机方案 B1B轰炸机开外挂 俄罗斯能否吃得消 一架B1B战略轰炸机打出36枚去 我出去个10架 那可就是360枚 谁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 把对方各种快速导弹 慢速导弹 高空低空导弹进行高线拦截 军事专家陈虎 杜文龙 房兵 魏东旭 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 据美国海军研究学会网站 11月30号报道 在经过数月的调查后 美国海军决定将此前发生 严重火灾的好人理查德号 两栖攻击舰报废 今年7月12号 好人理查德号的车辆存放区域 发生起火 大火持续燃烧了近5天 造成舰体多层甲板被烧穿 舰岛严重损坏 为干坍塌 美海军地区维护中心主任 海格少将说 将该舰修复到以前的状态 需要花费25亿到32亿美元 要耗费5到7年的时间 而改造军舰的花费 会超过10亿美元 所需时间也要5到7年 相比之下 还不如新舰一艘舰船 据防务博客网站11月27号报道 近日又有三架美制F-35B 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战机 交付英国 英国皇家空军高级军官 艾伦·马歇尔表示 英军拥有的F-35战机数量 因此增加到了21架 据介绍 英国共计划购买138架F-35B战机 其中首批订单48架 将在2025年1月前全部交付 届时将制定其余90架飞机的 交付时间表并成立更多的F-35B中队 今年9月 英国空军第617中队的F-35B 与美海军陆战队的F-35B 共同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 进行了航母资格培训 并为该航母明年的 首次作战部署做准备 据海军技术网报道 印度负责国防事务的国务部长 史里帕德耐克 近日在印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 一次战线会议上宣布 印度海军很可能在2020年 至2030年间 执行价值510亿美元的 水面舰艇和潜艇订单 印度报业托拉斯称 这将为印度本土造船企业 提供两机 耐克表示 在过去5年中 印度海军60%以上的预算 用于装备采购 其中大部分预算 给了印度本土企业 总额达89亿美元 在今年10月 印度还启动了 6艘常规潜艇的招标程序 总预算高达75亿美元 据说是目前最大的印度制造项目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 军情 大家看 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 军事专家陈虎老师 来到演播室 欢迎陈老师 主持人好 好 我们来看第一条 光辉轻型战斗机 是印度国防自主的一块招牌 但这款战机搭载的空空导弹 都是清一色的外国货 最近印度人决定 要把这个缺憾给补上 据印度经济时报 11月23号报道 印度首款国产超市具 中程空对空导弹阿斯特拉 即将在印度国产光辉 轻型战斗机上进行测试 报道称 阿斯特拉导弹的射程为100公里 飞行速度4.5马赫 单价约7500万卢比 约合667万元人民币 今年7月 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 批准订购288枚阿斯特拉导弹 未来将取代印军装备的 俄罗斯 法国 以及以色列的同类导弹 据悉 阿斯特拉导弹研发过程 历经近30年 中间经过两次重新设计 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 以计划在明年开始测试 射程160公里的阿斯特拉MK2 并开发射程可达350公里的 MK3版本 来自海南文昌的网友 可口不可乐提问 印度方面雄心勃勃 说要拿阿斯特拉取代进口导弹 陈老师 这现实吗 要想全面替代进口导弹 至少你三个方面的问题要解决 第一个 价格的问题 第二个 性能的问题 第三个 核战机的匹配问题 现在看呢 这三方面的问题 印度都没有完全解决好 价格上7500万卢比一枚 折成美元呢 大概是100万美元一枚 比进口弹一点也不便宜 性能上来讲 大面上看好像数字还都不错 但实际上很多的零部件都要靠进口 比如说导弹上的制导雷达 战斗部的引信 统统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那么第三个 系统的匹配上 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最大 因为印度的战机 从哪里购买的都有 你能够适应俄系的 那么能不能适应法系的呢 还有自产的 你要把这些所有的战机 都能匹配 都能挂载 这个不是个简单的事 阿斯特拉空空导弹的研制过程并不顺利 印度方面却想研制射程160公里 和350公里的升级版本 程老师 这个愿望能实现吗 这个级别的导弹射程160公里 还说得过去 如果说射程超过300公里 这完全就已经不是中距导弹了 就是一个超远程的导弹了 这样一来 整个的技术完全就是两码事了 所以印度提这些指标 提这些计划都没有问题 反正时间长着 没有时间的限制 早晚都能弄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B6-112核弹被视为 美国核武库中最致命的武器 最近美国人把这款武器 和F35A战斗机结合到了一起 据美国驱动力网站战区专栏11月23号报道 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近日公布了一段视频 首次公开展现美军第五代隐形战机F35A 投掷B6-112型核弹测试弹的画面 据悉此次实验于今年8月25号 在内华达州托诺帕试验场完成 当时一架F35A战斗机 在超音速飞行状态下 在3200米的高空 从内置弹舱投掷了一枚B6-112测试弹 弹体中部的小型火箭启动 驱动弹体开始旋转 42秒后击中预定目标 今年早些时候 美军F15E战斗机和B2轰炸机 进行了同样的测试 桑迪亚国家实验室还计划 将F16CD战斗机与B6-112核弹进行整合 来自江苏南京的网友吴忠子弟提问 F35A在超音速状态下 投掷B6-112测试弹 为什么要进行超音速投弹 有这个必要吗 超音速投弹的两个目的 一个是为了突防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投弹的高度是3000多米 对防空来说 这是正好是一个最佳的高度 对飞机来说是很危险的 而超音速飞行投弹 实际上是缩短了投弹突防这样的一个时间 有利于突防 那么另一个原因是有利于脱离 战斗机投下核弹之后 你必须快速脱离爆点 否则爆炸会对你飞机产生不利的影响 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看 超音速投弹 对F35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 目前美军能够携带B612核弹的 还有F15E和B2轰炸机 陈老师 F35有什么独特优势呢 F15它是可以超音速的 但是它没有隐身 而B2隐身不能超音速 放到了F35这个地方来说 隐身和超音速两个能力它都具备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 美国把F35出口到了很多 北约盟国的空军 也就是说你B612核弹 具备了这样的一个能力之后 甚至可以供北约盟国空军使用 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条 近日韩国军队结装了一套 号称命中率100%的导弹拦截系统 它能成为韩国本土的金钟罩吗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防卫视野厅11月26号表示 韩国自主研发的中程中高度 地对空弹道导弹拦截系统 天宫-2首次交付韩军 据称天宫-2可同时应对 敌方弹道导弹和飞机攻击 该系统2012年起 由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主导研发 在各种试射中创下100%的命中记录 2017年6月被认定适合投入实战 与2018年投入量产 据悉天宫-2最大作战距离40公里 最大作战高度20公里 构成韩国本土三层导弹 防御系统的中间层 主要防御对象是朝鲜的 进程弹道导弹 来自湖南长沙的网友漫步者提问 能打20公里高的导弹并不稀奇 为什么韩国敢将这款 指标平平的防空系统 称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它能拦得了朝鲜的导弹吗 再一看来说 射程40公里射高20公里 这个作为导弹防御来说 这个指标确实是太低了 但是你注意就是它讲 防御的是短程弹道导弹 也就是说这一套反导系统 针对的仅仅是短程弹道导弹 所以从这个领域上来说 它还是有可能取得 比较好的拦截效果 韩国急切构筑本土的导弹防御系统 难道只是为了防范朝鲜吗 有没有别的方面的考虑 肯定不光是为了防范朝鲜 甚至我们可以讲 它不光是为了拦截弹道导弹 我们看到韩国的防卫事务厅的厅长 曾经讲过 他说这个导弹交付 将对构成韩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对尽早收回战时的作战指挥权 以及军工出口做出贡献 所以我们看到 他这个讲话当中 除了导弹防御之外 还专门讲到了 提前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 和军工出口的问题 而这当中 提前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这个提法耐人寻味 好 感谢陈吴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 欢迎登陆福建省广命士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或关注东南军情 近日头条号和抖音号 点播会看我们的节目 参与留言互动 好的 观众朋友 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 军情大揭秘 俄罗斯连续成功试射 告时高超音速导弹 能否一朝先吃遍天 高超音速武器与反间作战 一旦大量的投入实战使用 那么形成主要的作战能力 它是掀桌子的 掀现有的反舰作战体系的桌子的 美国空军重启武库机方案 B1B轰炸机开外挂 俄罗斯能否吃得消 B1B枪机兵轰炸机 搭载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实现全球快速部署和全球快速打击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 军情大揭秘 俄罗斯海军卡山号核潜艇 11月30号在白海海域 成功试射一枚告石高超音速导弹 此前 11月26号 俄海军的戈尔什科夫海军 元帅号护卫舰 同样是在白海海域 第二次成功试射 告石高超音速导弹 这意味着告石导弹 离福役又近了一步 按照计划 告石导弹不仅会装备 俄海军一系列新型舰艇 还会成为俄海军核动力巡洋舰 重出江湖的一柄重舰 那么俄罗斯将未来海上作战的赌注 押到告石导弹上 究竟是不是明智之举呢 与此同时 美国方面也亮出了新杀招 那就是让B1B战略轰炸机 开外挂 满载高超音速导弹 图谋实施全球快速饱和打击 面对来者不善的B1B 俄罗斯又能否顶住重压呢 今天我们邀请了军事专家 杜文龙防兵魏东旭为您深入抛袭 俄罗斯国防部11月26号宣布 俄海军22350型护卫舰 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 当天在白海海域 成功试射了一枚告石导弹 导弹在飞行450公里后 击中位于巴伦之海的目标 最大飞行速度超过8马克 这是继今年10月6号 完成首次全状态 海上实弹发射后的第二次试射 在10月6号的那次试射中 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 发射的告石导弹 在飞行450公里后 直接命中目标 整个飞行过程持续4.5分钟 最大飞行速度超过8马克 期间导弹还进行了复杂机动 这也是告石导弹的控制系统 和制导系统首次一同进行测试 和总统普京当时表示 成功试射告石 是俄罗斯武装力量 乃至全额的重大事件 用其他国家没有的最新武器 装备军队 毫无疑问 可以长期确保 俄罗斯的军事防御能力 原北方舰队司令 波波夫上将表示 连续两次试射成功 是验证导弹 作战性能的重要一环 但该弹要想加入 长辈武器序列 至少还要再试射一次 另一据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 在11月30号宣布 亚森M级核潜艇 首艇喀山号 当天在白海海域 成功试射一枚 搞马脑超音速反舰导弹 该艇11月23号 曾试射了一枚 口径巡航导弹 今年5月 俄国防部副部长 克里沃鲁奇科曾表示 今年将首次在亚森级核潜艇上 试射告石高超音速导弹 亚森M级核潜艇 也将在未来试射告石 据悉 喀山号的国家验收测试 已进入收尾阶段 之后 该艇将加入俄罗斯北方舰队服役 公开资料显示 亚森M级挺长120米 宽15米 水下最大排水量 13800吨 最大下潜深度超过了600米 能够以35节的速度 在水下急速航行 武器系统方面 亚森M级挺体中部 设有8个四连桩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可搭载32枚不同规格的导弹 包括口径巡航导弹 搞马脑超音速反舰导弹 以及告石高超音速导弹 俄海军称 亚森M级潜艇 在火力 航速 隐身 经济性方面都有优秀表现 是俄核潜艇的极大成之作 尽管军费预算有限 但从2013年2号艇开始 俄罗斯就保持 平均每年开舰一艘 亚森M级潜艇的速度 目前2号艇 新西波利亚号已经下水测试 另有6艘正处于不同建造阶段 告石导弹刚成功进行第二次试射 俄罗斯方面就有些迫不及待了 盼着它能尽快列装部队 这背后有何隐情 俄军有没有可能不按套路出牌 在告石没有完全准备就绪的情况下 就提前服役呢 魏老师 俄军的迫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现在美国正在构建 更为完善的这种反导体系 针对这种巡航导弹 包括弹道导弹的截刹能力 在全方位的提升 所以俄罗斯希望具备 针对反导系统强大的强拆能力 而告石是强拆美国反导体系的 一个杀手锏 但是对于新式武器装备的列装 我认为是急不得的 目前来看呢 告石高超音速导弹 还没有达到这种最大射程的 这样的一个实弹测试 那么后续呢 格尔什科夫号还要频繁的测试告石 那么对于它的这种飞行的数据 要进行更多的积累 甚至呢也不排除对于它的制导方式 包括这种中级制导平台 可能也要进行技术的调整 那么未来呢 告石的测试 我们要关注一个核心项目 就是针对海上移动目标的 这种精准攻击能力 在末端制导系统的引导之下 那么一旦发现俄罗斯利用告石 针对海上移动的靶船进行了精准的攻击 尤其是远程的精准的火力打击 我认为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告石可能才具备真正的海战能力 现在呢 它拥有了一个全新的搭载平台 也就是亚森M级的攻击型核潜艇 那么和核潜艇进行结合 首先它的攻击方式具有隐蔽性 那么一旦导弹出水 会进行8马赫的高速飞行 那么航母编队当中的诸斯顿系统 可以说是防不胜防的 那么未来一艘亚森M级的攻击型核潜艇 就具备了一艇灭整个航母编队的能力 俄罗斯将未来海上作战的赌注 压在了告石导弹身上 房老师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我觉得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或者说不完全是 说它是 这个大家都了解 因为俄罗斯海军 现在毕竟跟当年苏联的海军 红海军相比 肯定是今非昔比 我们都知道圈里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 舰不如人上前一步 我说这个舰是军舰的舰 就平台不行的话 那我只能上前一步 那上前一步靠什么 那靠舰台武器 那么像告石这种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 就成为俄罗斯手里可以讲是最有效 几乎是没有之一 最有效的可以遏制对方 在大型水面舰艇平台这方面的优势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张牌 所以一方面我们讲 确实是这个原因 但是也不完全是 我们圈里又有另外一句话讲 它是掀桌子的东西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武器一旦大量列装 成为未来海战场的主要的攻击武器 大家都这么玩的话 这相当于掀桌子 掀什么桌子 现有的海上反舰作战武器这个体系 我们知道现有的反舰导弹 还到现在超音速 或者到两三倍这样一个音速 跟像告示这种高超音速的远射程的武器 它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讲嘛 像高超音速武器与反舰作战 一旦大量的投入实战使用 那么形成主要的作战能力 它是掀桌子的 掀现有的反舰作战体系的桌子的 而俄罗斯恰恰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我确实是弥补我大型水面舰艇平台 不足我舰不如人上前一步 你要说它不是 它也是对外来的一个压宝 压的是什么宝 压的是掀桌子的宝 俄罗斯总统普京 2019年2月发表国情资问演讲时称 告石导弹的最大飞行速度超过9马赫 射程超过1000公里 按照计划 俄武装力量将在2021年列装告石导弹 并优先部署到22350型护卫舰 20385型轻护舰 以及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上 前不久 在俄北方机械制造厂进行升级改造的 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核动力巡洋舰 完成了第一阶段工程下水 接下来将进行各类武器装备与雷达电子设备的西装作业 完工后 该舰将成为俄海军中除航母外战斗力最强的水面军舰 在世界海军里也排得上号 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原名加里银号 是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的三号舰 于1988年建成服役 1998年停止执行战斗任务后 一直停泊在北德文斯克码头 2012年面临北约咄咄逼人的态势 俄海军决定对舰框较好的 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进行升级改造 拉开这艘核动力巡洋舰的重生序幕 该舰满载排水量2.8万吨 舰长252米 宽28.5米 拥有两座核反应堆 最大航速32节 理论航程无限 据公开报道 升级改造工作除对舰体和核反应堆进行延售外 重点是对舰上武器系统和雷达电子设备进行更新升级 包括拆除原来的花钢岩反舰导弹发射桶 在其位置上布置十组八连装UK SKM通用垂直发射系统 使其能够发射告石高超音速导弹 以提升该舰的打击力和威慑力 另据俄塔社9月25号援引俄舰船制造业 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 949A奥斯卡型多用途核潜艇伊尔库茨克号 可能在2023年重新加入俄太平洋舰队服役 据了解 这艘核潜艇等待维修和现代化升级的时间 超过了20年 949A型核潜艇的主要攻击武器是 24枚花岗岩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支撑 在进行现代化升级后 该型潜艇也将获得使用告石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 按照计划 俄海军有望在未来几年内 接收4艘经过现代化升级的奥斯卡型核潜艇 俄罗斯军事政治新闻中心专家 鲍里斯罗任此前表示 告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将成为一种对抗美国航母的有效武器 告石的出现意味着美国在海洋上统治地位的终结 俄罗斯正在对不少苏联时期的大型舰艇进行翻新 同时要为他们加装告石导弹 昔日的红海军靠这款导弹可以重出江湖了吗 方老师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昔日的红海军能不能靠这款武器冲出江湖 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确实 它这个告石高超音速反舰武器 在不断地施舍的过程中 它目前至少现在给出的信息是 未来俄罗斯大型水面舰艇平台 包括水下的 它少全面的装备 那么这里面问题就来了 过去的红海军苏联时代给它遗留下来的 那些万吨以上大型水面舰艇平台 纳西莫夫海军上舰号 这种两万三千吋的战略巡航 那么它列装之后 是不是能让红海军重出江湖呢 我个人的感觉恐怕为你不太乐观 为什么 太老了 毕竟是太老的平台了 那个船什么时候出来的 说80后都往后说了吧 再往前甚至建造的过程可能更早 那么中间又断了这么多年 在港里泡了那么多年 船厂停了那么多年 这个船体你告诉我它还有多少寿命 即便你按现代化的水平把它改装出来 各种雷达五倍 这个电子设备 我全部换新 还能扛多长时间 恐怕要画一个很大的文号 再有一点 我们也必须要提到 那个时代的武器装备的设计 你想想看 它那个外形 确实看着有红色暴力美学 看着很威武 但问题是 现在打仗要的是威武吗 是隐形 是你的外形 要尽可能降低雷达反射面积 你看中国海军055这个万吨大区 雷达反射面积小 我生存能力强 我要的是这个 所以你看俄罗斯冷战之后 没有再造过4000吨以上的 这个大型水面舰艇 你那个戈尔什科夫海军上下号 那不刚造出来吗 4000吨以上的吗 毕竟缺啊 缺八九千吨万吨以上大的平台 所以我老的平台还要改一改 尽可能加上新的弹来用 但是我想它心里也清楚 这些平台还能用多长时间 所以它更看重的是 四五千吨的导弹呼吸舰啊 新型的亚森级潜艇啊 可能更多的 它要把宝 还是压在这些新型的作战平台上 在经过长期收缩之后 俄海军的远洋活动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俄罗斯真的会放弃 海洋大国的梦想吗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1月16号 批准在苏丹建立 俄罗斯海军基地的提议 并指示国防部 与苏丹签署相关协议 俄媒称 这是苏联解体后 俄海军首次在非洲建立基地 根据此前披露的协议草案 俄罗斯可在苏丹建立容纳 300人的海军后勤基地 包括海岸 水域和停靠区三部分 苏丹政府将向俄罗斯 提供必要的港口设施 和免费使用的土地 俄罗斯可通过苏丹港口 向基地运送任何军事装备 弹药或其他设备和材料 协议还规定 最多四艘军舰 能够在这个海军补给基地停靠 包括核动力海军舰船 条件是 这些船只满足核安全 和环保安全标准 协议有效期25年 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 将自动延长10年 俄罗斯黑海舰队前司令 科莫·叶多夫海军上将 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 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看 苏丹位于重要的红海地区 俄罗斯海军舰队会找到活干的 他强调说 即使基地的体量很小 也足以确保俄罗斯 在该地区的利益 另有分析指出 目前俄海军的核动力舰船 只有两艘 分别为现役的基洛夫级巡洋舰 彼得大帝号和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 俄罗斯和苏丹在协议中 特别将核动力舰船纳入其中 不排除是为这两艘核动力舰船 在中东和北非投射力量做铺垫 俄罗斯批准了在苏丹建立海军基地 并且提及这个基地允许核动力巡洋舰舰靠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俄罗斯真的会把彼得大帝或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派往这里吗 杜老师 这件事两观察点 首先如果能够在苏丹建立军事基地 等于把美国和北约的围困抛到了俄罗斯的背后 如果在外线有强大的作战基地 可以在背后对美国和北约说不 另外在非洲地区 美国的军事能力是空白 俄罗斯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 把自己设核的作战平台 包括大型的巡洋舰进行部署 实际上是战略能力 如果把核子在非洲地区大量的渲染 凭借目前众多的导弹和远洋控制能力 这个符号跟一艘航空母舰大致相同 巡洋舰包括彼得大帝 包括纳西莫夫 这是非常重要的作战平台 号称是冷战期间的导弹库 一艘舰艇可以对美国一个航母编队发动攻击 在红海地区如果展开部署之后 那么一艘这样的巡洋舰可以控制整个红海 再加上这种作战舰艇 海外续航时间很长 综合保障功能异常强大 所以如果能够形成远近一体 快慢组合对陆上目标 海上目标 空中目标 同步进行打击和防御的这种能力 它的综合打击水平和控制水平能力 在这个地区将位居前列 俄罗斯试图通过冷战巨舰和新型导弹的组合 恢复在远海的力量存在 而美国人也在空中进行着类似的尝试 据美国驱动力网站战区专栏 11月24号报道 近日 美国空军首次公布了 B-1B枪骑兵战略轰炸机 外挂AGM-158隐身巡航导弹 进行飞行测试的画面 测试于11月20号 由第419飞行测试中队 在爱德华空军基地进行 据介绍 B-1B在设计之初 曾在机体的前中后两侧 各保留了6个武器外挂点 每个挂点可连接一个双连装 AGM-86B核巡航导弹发射架 不过 由于B-1B投入使用时 正值冷战结束 因此外部挂点被停止使用 报道称 现在美国国防部希望 恢复B-1B的武器外挂点 使其能一次多携带 12枚各种型号的 AGM-158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 如果加上内部弹舱的24枚导弹 B-1B的总挂弹数量 将达到惊人的36枚 据悉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 为美国空军相继开发出了 AGM-158A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 增程型的AGM-158B 以及远程反舰型的AGM-158C 其中 AGM-158B射程接近1000公里 AGM-158C射程接近600公里 洛马公司还在继续开发 具备极限射程的版本 称为AGM-158D 而B-1B战略轰炸机 能通吃以上所有版本导弹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空军还在考虑 在B-1B的外部挂架上 挂载高超音速导弹 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司令 蒂莫希雷称 少量的B-1B战略轰炸机 通过携带高超音速武器 可弥补B-21隐形战略轰炸机 未复以前出现的战略秘符 它的目标是 将有限数量的B-1B改装成 在北大西洋和西太平洋 巡逻的后卫 美军B-1B战略轰炸机 重启外挂模式 一次出动就可以携带 36枚巡航导弹 房老师 俄罗斯有的防吗 我觉得这个数量问题很重要 但并完全重要 你如果说36枚巡航导弹 你说一架飞机一个波斯 我一个波斯打出36枚去 确实听起来比较威武霸气 但问题是看什么弹呢 如果是过去我们讲的 这个亚因素的反舰导弹 个头比较大 飞得比较慢 目标又很明显 对方拦起来很简单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拦截的数量的抗击的问题了 你打多少枚 我拦多少枚就完了吗 问题不是啊 美国在反舰导弹发展领域 跟俄罗斯的套路不太一样 美国它更看重的是什么 是隐形 我因素该超也要超 两三倍也可以 但是我更拦重是这个 反舰武器的隐形化 那么如果它既是超音速 又是隐形的反舰导弹 那么在一架BLB战略轰炸机 打出36枚去 我出去个10架 那可就是360枚 那么这样一个饱和的 我们讲超音速 这个隐形反舰导弹 在更远的距离 甚至上千公里之位 这种饱和攻击 大家想想看 以俄罗斯海军现在 特别是大型水面舰艇的 防空反导能力 能不能扛得住 老实讲 我真的画一个很大的文号 大家可能说 像基洛夫机 光荣机 整个烂时代 苏联红海军搞那些船 大家说它那防空体 很完备 但你别忘了 它当时设计的时候 针对对象是什么 通常还是亚因素 顶多是勉强超音速的 导弹的攻击 反舰导弹的攻击 而且通常 它那个时候 还没有隐身导弹攻击 这个概念 射程也不过几百公里而已 那么面对的这样一个 反舰武器的攻击 构建起了整个的 防空反导体系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 你现在抗击超音速的 甚至高超音速的 隐形的 甚至上千公里之外 对你进行的饱和打击 你能不能扛得住 老实讲 我们真的是要画一个 很大的文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连颇老以上能犯否 现在对于俄罗斯海军来讲 可能真的是要好好考虑 这个问题了 BB在开启满挂模式后 还可以成为 高超音速导弹的武库机 魏老师 这样一种组合 杀伤力有多大呢 BB枪骑兵轰炸机 一旦挂装上了 这种高超音速导弹 就变成了这种 21世纪的这种超级战士 枪骑兵轰炸机飞得远 载弹量大 可以进行超音速飞行的 一个优势 是以快带快 以快打快 那么可以快速地 到达任务区 在对方防空火力的 打击范围之外 或者说在对手的 战斗机的航程之外 去发射高超音速导弹 针对对手的核心目标 向指挥中心雷达阵地 甚至包括弹道导弹 发射车 进行远程的 精准的快速猎杀 美国空军是希望 把这个冷战老兵 变成这种全新导弹的 一个搭载平台 和挂装平台 让它的余热 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能够让B-1B枪击兵轰炸机 搭载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实现全球快速部署 和全球快速打击 而且B-1B枪击兵轰炸机 不仅可以针对 陆地的固定移动目标 导交目标 进行精准的火力轰炸 同样呢 针对对手的大型战舰 包括航母本身 去发动这种高超音速 反舰导弹的保护攻击 那么对于其他的军事强国而言 不仅要关注B-1B 它的这种调动的方向 它部署的区域还要看 它是否和新式的 高超音速导弹进行结合 包括这些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它所瞄准的目标 究竟是哪些 不是这些都是值得 我们关注和警惕的 高超音速导弹饱和打击 会让防御变得更困难 更复杂 因此研发新型反导武器 对俄罗斯来说 已经迫在眉睫 11月26号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 俄空天军防空和反导 防御部队在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萨雷沙甘靶场 再次成功测试了 新型反导系统 拦截导弹按照规定的精度 击中了假想目标 但未透露具体型号 俄军事专家 阿雷克谢·列昂科夫演判 这次测试的很可能是 A-235努多利河 机动式反导防御系统 该系统能够反击 来自所有方向的威胁 包括太空威胁 俄国防部公共事务委员会成员 科罗特勤科表示 新型反导系统列装后 将大幅提高 莫斯科和中部工业区反导等力 据了解 A-235努多利河 至今仍是俄罗斯国防领域 最机密的研发项目之一 它由部署在莫斯科的 A-135阿姆尔河导弹 防御系统改进而来 公开资料显示 努多利河导弹的发射和飞行测试 最早于2014年 在普列塞茨克试验场开始进行 该系统能够拦截 远中近不同距离的来袭目标 最远射程达到1500公里 最大射高达到800公里 可以直接打掉对手的卫星 其拦截弹速度能达到数十马赫 主要特征是 采用了动能杀伤战斗部 而不是传统的化学能弹头或核弹头 此外 它还采用了14P-222机动式 自行发射装置 具备要地部署的能力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11月27号 俄国家技术集团武器系统工业经理 奥斯多耶夫还披露了 铠甲SM防空系统的研制消息 他表示 铠甲SM不是简单地 从铠甲S弹炮合一防空系统改进而来 而是新一代武器 能有效确保对任何来袭目标的拦截 即从微型无人机 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到战术弹道导弹 据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 铠甲SM防空反导系统的国家试验 将于2021年完成 俄罗斯一直在低调推进自己的 反导系统的测试和升级 俄罗斯的反导系统 在面对美国导弹的饱和攻击时 能拦得住吗 杜老师 俄罗斯最近频繁地实现了 A235各种反导体系 主要目标还是对药地和主要区域进行防空 现在看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是一个地区防御 不光要保卫美国恩徒 还要保卫海外的重要利益区域 所以俄罗斯目前在经费有限 技术有限的情况下 不可能达到美国这个状态 即使是按照目前美国多个层次 多种武器装备 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 它只是提高拦截的概率 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对目标进行拦截 所以整个的战略防御系统 它是一种威慑 而且从目前投入去分析无底洞 谁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 把对方各种快速导弹 慢速导弹 高空低空导弹 进行高线拦截 所以俄罗斯目前凭着有限的能力 正在补齐这款短板 美国有我也有 美国可以攻我可以攻 所以目前看呢 在防御盾牌上 要与美国一较高下 好的 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 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 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您可以扫描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或关注东南军情 今日头条号和抖音号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东南军情 我是梁秋雨 下周见 然位置 掰掰 zo carpet